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袭击者紧紧掐住他的脖子直至昏迷 然后掏出了三十厘米长的利刃 大约几分钟后有人发现了他 他的喉咙被割破 尸体仍有一温 凶手就是开膛手杰克 这个臭名昭著的杰克到底是谁呢 大雷烂的大恐怖 地球会重回洪荒时代 达芬奇名画中安逸的大污水会通噬世界了 宇宙外星人能否与人类亲密接触 探寻名人异足背后互为人知的故事 精彩瞬间真实娱乐 尽在新世界 富商温柔的妻子是又一个残忍的黑寡妇吗 连环杀手拨打911跟警察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伦敦教堂附近的女性被残忍的割喉和肢解 波士顿行凶客瞄准了老年妇女 一场强烈的飓风中断了凶杀案的破案线索 警长铤而走险潜入毒贩内部卧底 琥珀边出现无名女尸 侦查线索多次中断 请关注患者现场调查系列 一场浪漫的跨国婚姻却以谋杀收场 使用假名的被害人却有着光铮的声索 绿河沿岸的系列谋杀案 20年后才得以照破 亚特兰大洲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群案 小女孩执政自己的遗父是犯罪嫌疑人 这个凶手把尸体放在购物车里四处行逛 洛杉矶名模离奇死亡 到底谁是真凶 请收看最暗珍奇系列节目 潜藏在黑暗里不明身份 开堂守杰克一再作案 但又总能设法逃脱追捕 十九世纪末 世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在伦敦的大街上潜伏了三个月 杀害了至少五至十一名妇女 并割走了他们的内脏作为战利品 警方确认凶手有相当成熟的解剖学知识和手术技巧 能在黑暗中切除内脏器官 凶手必须具备这些技巧 整个英国乃至世界都对这些连环杀戮震惊了 开堂守杰克是第一位创造全球媒体报道 凶暗狂潮的连环杀手 直到现在凶手仍逍遥法外 凶手就这么简单的消失了 首先一案调查小组将前往 开堂守杰克当年作案的现场 伦敦街道的后巷进行调查 这个小组将检查一项新证据 这项证据指向了两个新嫌疑人 一位是美国的弗朗西斯塔布莱特医生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另一个一半是一位名叫玛丽皮尔西的女人 调查小组将测试女嫌疑人玛丽皮尔西是否有体力完成这起可怕的凶杀案 你只需要在两边放大约11磅来挡住这些场景 他们还将用男性嫌疑人 关于开堂守身份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从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刘伊斯卡洛尔 到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沃尔特·西克特 几乎所有人都被说成了嫌犯 更荒谬的是王室卷入此案的传闻 传闻说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爱伯特·维克托王子 经常出入案发的街区 传闻还说爱伯特和当地一名女子生了一个孩子 于是维多利亚女王命令让所有知道关于这个孩子的女人永远沉默 但最新的理论推测 开堂守杰克甚至不是男性 这些推测已经传开了 自从那以后呢 人们又开始相信开堂守是个女人 当时充斥着各种各样疯狂的言论 当然警察从来没有想过杀守是个女人 但是在2006年 一位澳大利亚DNA专家检验了据称是开堂守杰克写来的信上的唾液 那次检验的结果表明 密封信件的人是个女性 这次测试正是调查小组根据死线索而已发 伯伦特特为决心揭开凶手的真实面目 他是世界权威的犯罪现场分析家 联邦调查局在培训特工时也引用了他的方法 斯托尔克·埃文斯把揭开凶手的身份 作为他一生的目标 他之前当过英国的警官 对此案很有经验 调查嫌疑人之前 这个小组需要给凶手建立一个犯罪心理分析 他们来到第一案发现场 照片和描述不一定是完全合理的 你必须到现场亲自体验 在那种环境下周围事物的关系 有人在3点45分时 发现受害人马利安·尼克尔斯 死于住宅区的巴克斯基 他的颈部两边都有很深的伤口 几乎快割断了他的头部 而且他的腹部也被长长的刀刃残忍地切开 环境安·尼克尔斯的尸体坐在位于人行道的位置 这边曾经是一排维多利亚时代的T型房屋 那是一条孤立的想象 并且很黑 在凌晨时分几乎没有任何过往车辆 是非法集会的绝佳场所或是谋杀 你认为凶手是有意把受害者带到这里来的吗 还是你觉得嫖客和妓女会很自然地来到这里交易呢 很多妓女会把顾客带到他们知道的安静地点进行交易 我的意思是说凶手并不需要熟悉这片区域 凶手的目标是妓女 他知道妓女 领他到一个绝佳的场所 几乎不会被人发现 那是一个安静的街道 他离主干路不远 可以说非常接近 杀手的特征开始表露出来 他对女性怀有极大的怨气和敌意 记录每一个嫌疑人 每一条线索 每一个未解之谜 直到正义得到胜仗 请收看引人入胜的犯罪现场调查系列